佛光照进来 所有进到你这个宫殿 水晶宫殿里来的众生 全部就可以解脱了 我们看这一句 Om Ma Ni Be Me Hong都会念 但实际按照佛教的教理来说 它也是一个很甚深的修法 它需要有显宗的基础 有空性的正见 有菩提心的前提 有升起次第 圆满次第的修行 这样子的人念起六支大明咒 那是不得了的 所以我们觉得 有时候念很简单 如果就这么简单的话 那也不要有出家人 不要有专门修行的 像我们在座的师父们 他们都修过这些法的 他们都避过关 避过关 专门修过 所以我们就是 我们大家也是 佛法是很殊胜 奥妙的 佛力不可思议 法力不可思议 但是我们呢 如果你不想修 那我们众生业力也不可思议 阿弥陆佛 阿弥陀佛已经十节了 成佛十节了 站在那里都不休息 阿弥陀佛佛像都是站着的 手垂着 垂手接引我们轮回的众生 所以你看我们很简单 哪怕我们念 拿摩阿弥陀佛 听听很简单 都会念 但是它意思很深很深 叫唯佛与佛才能知道 只有佛和佛遇到了 才能知道 拿摩阿弥陀佛到底什么意思 如果佛遇到菩萨 跟菩萨都讲不清楚 跟我们凡复更讲不清楚 佛讲得清楚 我们听不明白 我们说一下 翻译成中国话 叫无量光无量寿 翻译成现在语言 就是空间无障碍 时间无障碍 一切自在者 圆满自在的人 那我们念圆满自在的 空间无障碍的 时间没有障碍的 那到底时间没有障碍 是什么样子啊 空间没有障碍 是什么样子啊 我们能理解吗 到这里就卡住了 所以 就是要念 就是要学 要前程心 前程心 就是念阿弥陀佛 我不懂不要紧 我有惭愧心 我有前程心 我一心念佛 求愿往生 求佛来加倍接引 那也有希望呢 所以我师父说 就怕一个人呢 就是什么呢 不上不下 不上不下 最难 有的人很苦很苦 这一辈子啊 这一辈子啊 遭遇都很不幸 但是他是怎么样 恰恰对生命 生起了艳离啊 这么苦啊 这么苦啊 好好念佛 他成就了 苦难变成他最好的老师 要么就是很大智慧的人 虽然很富裕 生活也很幸福 但是他怎么觉得 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 像释迦牟尼佛 他这个生多少幸福啊 王太子啊 近世的 所有的快乐 都会给他 但是释迦牟尔佛 看到病人 看到老人 他就觉得 我再幸福 我后会老啊 我会病啊 我最后有一天会死啊 问爸爸 他说 你做皇帝 你能够不生老病死吗 爸爸说不能 他说老天爷决定的 我皇帝权力再大 我决定不了 所以佛陀就是为了挑战这个课题 怎么样突破生老病死 那佛陀 五年参访 六年苦行啊 才给我们找到了这个答案 找到答案了 答案找到了 我们活在三维四维空间里的 这个就是生灭的 你如果和高维的空间里 就不生不灭的 就这么简单 你有亮光 有限光里面就是生灭的 无亮光就是不生不灭的 就这么简单 所以两种根本 两种根本 一个是生死轮回 苦海无穷 就这条路 一条路是 菩提涅槃寂静快乐 有一条路 学佛呢 就是找菩提涅槃寂静快乐这条路 世间呢 就是轮回苦海 无尽痛苦的这条路 要走哪条路 我们清楚不清楚啊 我们这学佛 这两坨路有没有听清楚啊 我们虽然学佛 这叫什么假的学佛 是不想走那个菩提涅槃 清静之路啊 我们走的还是轮回之路啊 起心动念都是轮回之路啊 跑到佛面前来烧香 磕头 想的还是轮回啊 哪怕共生啊 我前面讲 三宝多伟大 生宝多伟大 想的还是字简的 有漏的 追求有漏福报 大多数还是这样 你想想看 这不是违背佛的教导吗 这本身不就是一种苦难吗 这个所以要想清楚啊 两条路啊 一条是轮回生死 一条路是菩提涅槃 到底你要走哪条路啊 要走菩提涅槃 才念南无阿弥陀佛 无量光无量数 超越生死老病死的 这条路 这才是阿弥陀佛这条路 所以这个学佛 是要下点功夫的 你不要说 那是你出家人的事 出家人就是给你探路的 佛讲的对啊 佛讲的真的可以了生托死啊 然后我们出来 就解脱的大旗 扛着这个旗 结果人间走一趟 没跟我们走的 一个走的也没有 那我们不是失败而归啊 失败 没有胜利 孤零零的一个人回去了 我们前两天在新山那边 叫佛罗交仪 那个边上 跟这里一模一样 我老是有时候像做梦一样 我老是把这两个地方弄错 佛罗交仪那里也有猴子 这边呢 对面也有猴子 老是弄错 因为那里呢 也有一个观音亭 这里呢 也有个观音亭 然后我们这个马来西亚啊 还有好多观音亭 巴达林观音亭 哦 这个什么 前两天我们去的那个叫 巴都巴哈观音亭 都是伤心可怜啊 观音菩萨来救我们 然后找一个亭子给他住住 我们自己住在别墅里 观音菩萨住在亭子里 良亭里 如果观音菩萨只是路过一下 住住良亭 我们就惨了 我们 我们要请观音菩萨 常住在这里啊 对不对啊 常住在这里啊 那就好了 这个就是觉得 哎呀 还算不错 还有个亭子给观音菩萨住 哪怕很古老的 我也遇到好几个古老寺庙 地方也小小 两边都是在家人 给他挤得满满 哎呀 我想一想 你看 跟佛菩萨抢地盘了 哎呀 这个人间 真的是 我每次反正 我就是看到这个世界 真的是啊 我们叫五着恶事啊 众生着 烦恼着 命着 劫着 哎 就是这样一个 这个现实就是这样 如果今天真的 阿弥陀佛来到这里 说 跟我去极乐世界的举手 哎 会有多少 来举举看 阿弥陀佛来说 跟我去极乐世界 现在就不回家了 举手 啊 还是又不说 啊 鼓掌鼓掌 啊 不错不错 那你现在 主意就定下来 你就当 你已经跟 阿弥陀佛去极乐世界了 然后你回家 虽然身体回家 心也是跟着 阿弥陀佛去极乐世界了 一心一意 信念阿弥陀佛 好不好 那你这一辈子 肯定能去极乐世界 哎 如果是三心两意 啊 世间的心重 然后啊 你不这样虔诚地 忆念阿弥陀佛 那还是 佛归佛 你归你啊 法是法 我们烦恼归烦恼 哎 公修公德 婆修婆德 有修有德 没修就没德 那像我还 最近又拜了一个师傅 啊 这位师傅 今年 一百一十三岁 一百一十三岁 身体好到 没办法比喻 我们在场的 没有一个人 能跟他那么好身体 所以没办法比喻 不能说算 他像年轻人 年轻人三个家一块 也没他身体好 哦 牙齿非常好 满嘴的牙齿 一个不掉 那牙齿不用刷牙 也雪白的 身体上飘香出来 叫戒香 戒香 哦 这个 他前几年啊 救一个小孩 一个小孩从悬崖上 掉下去啊 然后那个小孩啊 发出声音啊 说师傅 我不想死啊 请你救救我 然后他就用轻功啊 抱着他 连夜走了一百多里路 到西安呢 他住在中南山 跑到西安 就给他送到医院里 去救他 却因为他这样子 颠着脚走路啊 膝盖 两个膝盖骨 全部磨坏了 在这之前呢 他那个轻功 好到什么程度啊 十几米 二十米的房子 一跳就上去了 你看 真的有武林高手哦 真的有武林高手啊 他跟我说啊 他说他以前走路啊 不敢白天走路啊 为什么知道吗 怕大家看到了 吓坏了 他都是晚上走路 他晚上没有灯眼睛 也看得亮亮的 跟白天一样 他走路的时候 腰往下一弯 就啪 几十里路就下去了 一天能走一千里路啊 快不快 我这次出来之前 我请老和尚到我们寺庙里 所以我这个算是慈悲的了 老和尚还签 祝福万祝福说 对徒弟要该打就打 该骂就骂 这个世界上 没几个好徒弟 大家承认不承认 承认不承认 我们有多少是 佛的好徒弟啊 该打就打 该骂就骂 但是我听了是 我不会打也不会骂 老和尚厉害 功夫非常好 那个铁砂掌 那打起来 那个厉害 他说一巴掌打在屁股上 那个屁股就 五个手指头印 甚至重一点 那个 哇 那个血就穿出来了 那很厉害的 这师父很厉害 一百十几岁了 一九零一年出生的 出家 一百一十三年 八个月大就出家了 所以你看 我们佛教界 还是有高僧吧 还有世外高人呢 还是有 我另外一位师父 五名佛学院 法王如意宝 静美彭措 法王也是的 他献神通的时候 悬崖就上去了 石头里面 那个手 伸到石头 像伸到水里一样 在虚空里面 会取福障 水里会取福障 地随火空 地随火风 空 都能取福障 超越时空 所以我们佛教能延续下来 就是靠这些高僧大德 叫佛法之弘扬 避障大德生且之力 都是靠这些高僧大德 在延续了佛法在人间 但是我们呢 我们就是很多 特别我发现 我们东南亚华人 拜佛 拜佛 就是不分的 佛和神不分 神和鬼不分 是不是 反正是碰到大伯公也拜 碰到观音菩萨也拜 都拜 都拜 有什么区别 不知道 这样就进入末法时代了 人筹 我曾经 请订阅